观众朋友 从今而后 人类探索太空最重要的载具 画面当中你看到这一座高达40层楼高 全世界最强大的SpaceX星舰 它的探测任务 昨天晚上创下了最成功的失败 它如果测试成功 成功就成功 怎么又失败呢 我们告诉大家 不得了了 它送上去相当于地表最强运输机 所能运载的250吨重的物资 上太空 失败就失败 为什么又最成功 因为放眼 地表 任何一次的火箭发射任务 都是一次又一次的经验累积 这一次经验太重要了 而这一段画面 观众朋友 再没有比这个现场更惨 那一年喷火升空的瞬间 现场150个人丧命 居然只是因为一根小小的螺丝钉 SpaceX这次能够成功的这样兴建 就是Starship 试射到这个我们说的轨道 是一个很划时代重要的意义 我们看当时 在大概昨天台北时间早上的时候 试射成功 说人欢呼 马斯克也在他S平台 实况转播 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划时代 重要的意义 因为它这次载上去的不是卫星 它载上去的是一个太空船 我们讲的兴建 那就代表说 它一旦成功进入轨道 一旦进入轨道 有达到它相对的速度 一旦它所实验的 包括它要把舱门打开 它把舱门打开 是为了将来能够把卫星丢出去 第四个 它还能够成功做出了燃料的移转 代表以后我燃料不够 我要去火星 我燃料可能无法接济的话 我可以在太空中补充 它全部做到了 你要知道这对人类来讲 这是多么不容易 连日本设计只是各个卫星都失败 好那马斯克这次呢 当然它也不是一触可紧 第一次就成功 它之前已经失败过两次了 所以这次的成功 我刚刚讲了 看着它 能够由我们讲的超巨型的推进器 为什么说它这个叫做超巨型的推进器呢 因为它这个超巨大推进器 长122公尺 43层楼高 它里头一共有33具的猛型引擎 你也可以说是内燃机 这33具的猛型引擎 去推动了我们刚才所说的 Starship 然后往上 那本来这个我们有分讲 第几集 这个火箭呢 是前级加第一级所组成 这122公尺火箭 它本来上去之后 它就必须要能够建落在 预定是要在 它们原来预定的地方 不过我跟各位说最后没有 就是因为它的这33具的猛型引擎 在起飞的时候所有顺利燃烧 但是要在掉落的时候 有些内燃机 没有燃烧 你要听出这个关键喔 内燃机只要不全部燃烧 就有可能会影响到它的轨迹 不过还好 我刚才说还有叫第二级 第二级就是那本体 Starship 它的6具猛型引擎都有完全燃烧 它才能够顺利到轨道 它才能够到轨道 达到它要的速度 这为什么我去形容说 这是最成功的一次失败 因为它进到了轨道 它绕了一圈了 所以这个经验 对于SpaceX来讲 太太太重要了 是 那为什么主持人会加入 最成功的失败 那星界你上去之后 你还是要回来啊 你要回收啊 那你是一笔钱啊 没有回来啊 为何没有回来 有两个原因 其实目前是失联 失联不代表说 它就一定不见了 有人认为 它可能是在回大气层的时候 它就直接整个燃烧解体 因为我们知道 太空船 太空梭 或者是我们说的星界 你随便用任何名字来形容它 它的钢体很重要 不耐热 你说我要解了吧 第二个有人说 没有搞不好它通过 只是它的卫星通讯系统失联了 所以它现在 落到哪里不知道而已 所以这个以后 它会成为美国 它一旦要登陆月球的登陆器 可以用它 或者人类要去火星 以后也可以用它 每一次每一次的推进跟成功 都是由无数的铺排而来的错误 给累积出来的 但我们给您看到 这个是人类史上最惨的这一次 看它喷火 看它升空 多么划时代的一件事情 可就在这个同一个时间 在场超过150个人 通通没命 你告诉我 追根究底居然是一根 小到不能再小的螺丝钉 所以我刚刚主持人报告 火箭真的很重要嘛 1953年 当时美苏冷战开始 大家没有办法在地球上打仗 那你们两个就去月球上斗嘴吧 也就是说你们把战场 开辟到月球去 所以那时候美苏 在太空竞赛当中都在比 谁能够先登陆月球 那么在苏联的部分 那时候不叫俄罗斯 叫苏联 它从1960年开始 他们就有一个叫N1计划 这个N1计划指的是 他们要制作一个超大型的 就像我们刚刚马斯克 对不对 它的那个是我们说的 叫超纵型火箭推济器 那他们这个呢 在那个年代 我认为应该叫做 HUGE 超巨大的火箭推进器 这个N1计划的火箭推进器 长105公尺 什么概念 刚刚马斯克那多少 122 那这105呢 105也有30层楼高 没有马斯克的43层楼高 但在那个年代 好 它上面好恐怖 你有没有看到后面 刚刚有密密麻麻的 像蜂窝一样 一个洞一个洞 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引擎 你也可以说是推进器 你也可以说是发动机 内燃机 它有几个 44个 这44个的这个发动机 你一定都要能够火力全开 不能有任何一个挂掉 他们选在1969年的7月射 有没有觉得这个时间 更迫近阿姆斯庄 因为阿姆斯庄是7月21 他们也是有情报的 一射 我告诉你这次 射出了苏联人来 这辈子航太史上最大耻辱 因为当时他在发射台 发射台旁边就一定有指挥台 好 一发射就爆 其实我甚至觉得 他根本就连发射都没发射 就爆了 一发射 甚至还没有脱离发射台 就爆 那他们不是还满观礼的人吗 对呀 我告诉你那次死了150个人 大概是我们历来 就是航雨史上 死最多的人的灾难 那为什么会这样发生 大家一定要知道原因 我还是那句话 它的引擎出问题 我刚才不是说 它有44台引擎吗 你知道它那次44台引擎 有29台没有运转 等于是65%的引擎 你都挂点 你苏联人傻大出黑 你也不能笨成这样 你到底怎么回事 来把设计者叫过来 那他们当时就觉得 这个设计者一定没有设计好 所以他们就觉得设计出问题 可是其实大家说 根本就不是设计人的问题 是你制作人的问题 因为设计的原理是很精良的 但是它在制作的过程量率很差 竟然有一颗螺丝没有锁紧 掉进了燃料棒 天哪 一颗螺丝没有锁紧何得了 对 好那结果呢 因为我刚才说 锁紧没锁紧掉进燃料棒 所以它就内燃 然后就燃烧 当场在发射台 它就自爆 那因为旁边还有指挥台 那发射台受不了 那么巨大火箭的 这样的一个高温燃烧 结果那个发射台 跟指挥台的钢铁 全部瞬间融光 那更何况是人呢 好那一次啊 苏联受到了很大的挫败 结果1969年的7月21 就眼睁睁开着阿姆斯撞 登陆月球我的一小步 苏联的可死一大步啊 从此就这么死亡交叉 对 你知道在当时 美苏在竞争的过程当中 那可是没有什么超级电脑的 没有什么AI的 任何一个轨道的划设 真的是 失之毫厘 差之千里 我们来看看 这个美国太空史上 绝不能或缺的 这位灵魂人物 一位极为优秀的女性 没有她 NASA是不可能放飞 任何的火箭 她哪有这么厉害的 我跟各位讲 不管你今天是太空梭 还是火箭 还是火箭搭载卫星 你在整个飞行的过程 在大际层内的飞行的角度 就不能有偏差了 你飞出大际层已经是很难 人类所控制的外太空了 你飞行能不能顺利进入轨道 也不能有偏差 我们一般人来讲 你要去怎么去计算 它的那样的一个飞行弧度 我问你要怎么计算 你一定要天文数学家 那其实现在你会说 都有AI的电脑来就好 那我问 如果是刚刚我说 1953年美苏冷战的时候 那时候哪有AI啊 连电脑都没有 很发达吧 这时候要靠人肉计算机 那这时候就一定要有天才的出现 那时候没有一个天才 有 来 画面当中 电影关键少数 所演的这位 飞衣美国人 她叫做Catherine Johnson 这圆形 是我们看板照片上的这一位 我展白讲 看板上照片这一位 看起来更是 有一种花木兰 英词的感觉 那她在当时 就是人肉计算机 但并没有被发现 为什么 那你就是飞衣 飞衣啊 你飞衣 你是人肉计算机 我才不理你呢 那我问你 在那个活在肤色跟人种的 歧视的阴影下的 这个太空数学的奇才 怎么在男人堆里面 发光发热呢 很简单 她不服输的个性 她每次都会主动跟上司 反映 她自己在办公室 所受到的歧视 来凸显她的存在 比方说她讲 为什么当时 你们这个NASA 美国太空总署 所有你看画面里面 全部都是白面孔 你有看到飞翼吗 零 除了她之外 那她要怎么去凸显自己的能力 她是先插边球 她先从办公室的歧视文化 比方说她说 为什么你们都 咖啡杯都长得一样 就我咖啡杯跟你长得不一样 先去抗议 第二个呢 她每次上厕所 她不可以用 现在她所处的内栋办公室的厕所 别人会觉得嫌张 上厕所都歧视 所以她每次上厕所 都必须要觉得有尿液之前十分钟 就先跑到远在天边的另外一栋 那如果她手上还有很多资料要算呢 是 好 她借由这两个跟上司抗议之后 上司才知道说 原来你受到这么多的歧视 那我看看 你既然想跟我叫板 你的本领在哪 专业拿出来 她就立刻把本领算给她主管看 比方说她们主管可能曾经为了哪一次的 试验是非的事前计算 一直解不出正确的轨道 她就说那Catherine Johnson 你算给我看 她能够这样 不要不要不要 行政局就算出来 就当时NASA这个主管觉得她好厉害 你来告诉我 前面都只是铺牌 真正让她在NASA大放一彩的是哪一次成名座 好 她们就说来 你来参加我们 1961年有一个叫水星计划 Mercury 自由7号的这个会前会 你先来帮我们算她的这些角度 那结果当时 他们一度还不让她进会议室 水星计划自由7号 当时你要发射这个火箭 就是照片中我做这个资料片 现在画面当中看到了这个 你要算 你知道他们本来一开始多瞧不起凯撒林 他们叫她隔空算 就说我们一群男人白人在会议室里面 去试算她飞行的角度 然后把数据告诉凯撒林 你在另外一栋办公室算 你不要跟我们同居 是 可是凯撒林就抗议 她说这些数据都必须要最新最实况 即时 我要更新的 你不要我算完了 然后你们又已经开第二次了 我算完第三次你开第四次了 结果后来说破例 所以刚刚画面当中 是不是看到凯撒林进办公室去开会了 就因为NASA的那个当时的这个 NASA的署长 他破例让他说 好 你可以进办公室开会 也因为他可以在最 拿到一手资料去计算 让这个自由7号 后来能够顺利地展开是非 为什么我们要说顺利是非 因为你要看那个太空人愿不愿意飞 那个太空人叫谁 叫艾伦 他本来很抗拒 他心里想 这是第一个载着活人上太空 对 我是第一个美国活人上太空 我不想变死人 结果他当时本来一度有点抗拒 结果后来因为他见识到在会议当中 表现人肉超级计算机的凯撒林的厉害 你知道后来他跟长官怎么放话吗 他说你们要我飞 要我不顾自己性命的安全去飞 你带条件跟前提到 只有个条件 凯撒林算我就飞 他不算我不飞 所以最后有一句名言 就是凯撒林ready 我艾伦就ready 结果后来果然 美国在太空 当时1970年代 比苏联还要ready 今天我们要来告诉大家 波音又出事了 好像会传染一样 一周出六次包 高空掉舱门 货舱门没关 现在换777当炉主了 飞机的这个轮胎飞到一半掉下来之后 居然今天又传出了轮胎爆裂 惊险降落 大家都在问波音到底怎么了 更匪夷所思的是观众朋友 美中对抗加剧的这个时候 飞安这么让人担心的波音的这个时候 中国居然直接宣布 开始购买波音737 MAX 完全松绑 开始交机 你都不怕吗 今天预风为我们来揭秘 一场全球抢飞机 24小时狂操的真相 对我们在说啊 有时候你运势好的时候 你做什么都对 有时候你运气不好的时候 你各方各面都会出问题 现在来讲 我觉得波音 它就是在运势不好的时候 然后在全球 不管任何航空 联合航空 阿拉斯加航空 所有的波音的机型都出问题 然后最新的一个新闻就是 之前他们有一个诉讼 他们的平保的经历 QC的经历呢 他对媒体讲了一些话 说他觉得很难过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波音做了三十几年 他觉得他们的零件 越来越不合格 甚至呢 他上上去讲的时候呢 他们说 那你就把不合格零件 装在人家看不到的地方 那跟媒体讲的话 哇 轩然大波 因为波音其实是 Made in USA 里面的代表性的一个企业 就讲出来之后呢 波音不置可否 逼退他 逼退他之后呢 两个就开始诉讼 诉讼之后呢 他就决定说 你敢告我 那我也要告波音 决定要去坐证的时候呢 要开庭了 人不见了 然后呢 波音的公关就讲 会不会是他不太愿意出来讲啊 后来发现 他离奇死在卡车里面 他都已经飞到那边去 准备开庭了 怎么会突然想不开呢 所以他的律师说 这个一定有问题 因为呢 他说经营状态很好啊 而且一周前的证词 已经重复过了 都有处理过了 但大家想说 你波音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过去来讲的话 波音今年已经连续 久起离奇的一个事故 南美航空 波音飞上去 结果突然间 上下的颠簸 但是怎么飞的 对 大家想说 我们已经在平流程了 我们到底是怎么飞的 但是呢 他们回去调查 我没有遇到乱流 我也没有遇到晴空乱流 现在来讲的话 可能是波音自己的一个问题 造成50个人受伤 这个还在调查 但是阿拉斯加航空 这个就很离谱了吧 飞着飞着 很多人幸好是带着安全带 就是这个 你有想过吗 飞着飞着 竟然门不见了 门不见了 竟然整个门被拉走 那被拉走 大家回头去看的时候 发现说 奇怪 难道是因为 这个大气压力突然不对吗 去检查发现 其实它的失误 是最简单的 你先想看 如果你在家里 DIY组家具 如果你的门 少了四个螺丝 会不会有问题 怎么可以少四个螺丝 对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重点 一个门板 少了四个固定的螺丝 然后座舱的通话记录 也被附写消失好 在过去来讲 为什么我们刚才讲的 Barnet 他要出来做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因为你在航空业 尤其是波音 波音是美国制造的一个骄傲 对 你的人要认证 君相哥不是说你毕业就可以来 你要经过一两年的考核 你要认证 然后呢 你的螺丝 你任何的东西 你要受去认证 然后呢 你去转螺丝的白手 你也要受去认证 所以呢 你看到你以前是这样子 认证认证认证 人物料都要认证 现在 根本就少四个螺丝 这真的是很离谱 然后呢 你说这个平民百姓受伤 也就算了 哎 布林肯 布林肯飞去瑞士 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全球经营论坛 这玩了之后呢 有个专机要把他载走 美国记者在那边等 他怎么还没来 因为你是专机 你不可能 有什么延期或什么的 后来搞了半天 波音又出事了 他的氧气的 氧气泄漏 没办法起飞 最后呢 是派另外一架飞机 把他给载回来 连布林肯都会受到 会因此受害 好 这就更离谱 我们直接看画面 离二航空起飞了 take off 轮胎掉了下来 这是很离谱的件事情 可以飞到门喷掉 飞到轮胎都可以掉下来 你来讲说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现在连和航空讲说 这是波音天上掉下来的轮胎 但是幸好 幸好找到一台车 那还车的主人呢 下去超市买东西 如果那个车的主人在车上 那怎么办 你现在赔不完 另外来讲的话 不要说起落架轮胎 亚特拉斯航空 这个波音竟然发生什么事情 带火 这个变成火龙 因为他的翻动机故障起火 然后呢 就带着火 火焰在飞行 好可怕 你知道吗 这是博命哦 对你先想看 下面人看了胆胎心筋 如果你是在坐在上面的人 你看到后面 已经烧起来了 飞行的火战车 那你怎么办 火战车 然后现在来讲到回头来看 为什么制造问题一箩筐 他说波音有89机台项目 有33项 几乎等于多少 将近二分之一都没有经过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他的这个东西 没有人敢去碰了 短短一个月 我们看到波音到底怎么了 你可以飞成人民公敌 你的飞胺变成了最恐怖的未知数 我们今天就问了 在这样的时刻 大家应该避之为恐怖极 没想到 中国居然就在大家最怀疑的时候 开始进单 开始买波音 而且是买最让人害怕的 波音737 MAX 为什么 对大家在想什么说 你在过去来讲 我们刚才讲的那一章里面 包括波音737 747 787 MAX 都有问题 其中波音的787 MAX 大家都是最害怕的 可是你在过程当中 在美中贸易战对抗当中 之前不是说不行 你不可以进来 大家都在对抗当中 现在来讲不行了 直接开始的松绑 你有多少 我们收多少 因为现在来说 太需要他了 你现在没有飞机 那你就飞不了 他们现在整个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都是要靠这个飞机来飞 现在来讲需求多少 1100架的飞机 可是就算他有问题 他也没办法造出来 现在来讲的话 各方各面来讲的话 其实大家都在想 你中国大陆不一定抢得赢 所以现在波音是极度逆风 波音的营收 压最重的市场 他也在中国 中国跟波音是互相熏 你看解封之后 都在抢空中的商机 对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大家怕不怕波音 大家怕波音 中国大陆为什么 我们一直买波音 因为空吧 没货啊 抢不到啊 对 抢不到 空中巴是去年订单 8000多架 8000多架是订单 你做得出来吗 做不出来 为什么呢 第一个 你现在在过去疫情的时候呢 其实你很多认证的人才 你把它Lay off掉 你把它Lay off掉 你敢像波音一样 你把外包外包再外包吗 如果空吧 变得跟波音一样 外包外包再外包 出了一件事情 那波音就说 那你跟我也一样嘛 大家一起来承担这个后果 所以空中巴是现在来讲的话 你有破纪录的订单 8000多架 但是你的市场店更用于不上 其中你这个飞机上面 有一些特殊金属材料 你知道地点在哪里吗 在乌二战争的战场上面 你不要说你要去跟人家订订单 人家在打仗 哪有订单可以出来 所以现在来讲 你要抢飞机非常困难 所以是包含了华航 包含了长荣 包含了星宇 包含我们所有的国籍航空 跟全世界都在排队抢飞机 对 你知道吗 长荣航空最近赚多少钱 一年赚了215亿 215亿是什么 不是 是税后 税后已经赚了215亿 它的EPS多少 4块代表什么意思 4.01块 将近一半代表什么意思 航空公司的股本很大 我几乎赚了一半的一个资本额 所以他们有没有实力 他们有实力 他们也有后面的集团 他们也要去抢飞机了 所以一年赚赢过去5年的总和 这就是为什么空中商机 大家抢 没有飞机 你一毛钱也赚不到 对 我们就来看 大牌长荣先来后到 你就慢慢的等 对 长荣现在机师就出来说 握在手上的飞机 要尽量的把它用好 用满 抄到位啊 对 这个东西其实也是蛮危险的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的飞机使用啊 等于就像是计程车一样 以前过去 你飞机过去之后呢 你必须要整修 那现在的整修当然也有 也不能够马虎 可是呢 他就是快速整修 你知道吗 他们现在 从台北出发 2点出发 4点50 抵达越南 抵达越南之后呢 以前可能是会过夜 以前可能是晚上的 红眼扒机出来 现在没有 6点就要起飞了 6点就起飞什么意思 你要把所有的飞机 再检查一次 你要把所有机上的东西 清洁一次 但是呢 你的机组人员 可能要换另外一组人 但是不管 飞机不能停啊 因为飞机不够 游客很多 所以呢 1800 6点要飞回台北 然后呢 晚上10点20 抵达台北之后呢 你要再怎么样 整理一次 因为2355 要立刻飞雪梨 哇 这个抽转率也太高了 对 然后另外来讲的话 飞机被超了 很多的机师就说 你以为就有飞机被超吗 飞机要怎么飞 自动飞行吗 飞机还不是机师在飞 他们说呢 其实一个月 只能飞几个小时 100个小时 那他们有没有超过 肯定不会超过 但是他们就飞到了 98个小时 5期报新闻 从2018年开始 连续6年 谢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已经累计了 总计9亿人次的观看数了 非常感谢大家 重磅消息 跟大家拜托一下 我们快要突破 100万的订阅 我给你唱一下 请大家楼顶着楼下 扣更多人 来帮我们按赞订阅 100万人的幸运儿 会是你吗 请大家一定帮忙来订阅 分享 然后我都会看哦 感谢你